何方妖人 竟敢在开封城交袭击朝廷命官 你们眼里还有大宋王法吗 谁叫你偷偷尾随我们 而且我朝圣宗很快就会踏平宋古 天下只有大辽的王法 大宋王法有何族盗哉 原来是辽国奸细 你们潜伏在这里到底有何目的 这你就不用多问了 死吧 且慢 又是你们这些家伙来碍事 既然如此 就先解决了你们再说 哦,等级越来越高了哦 我们要放天降奔裂看看的 日本樱桃的品种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 多谢各位一时相交 此恩 王某莫尺难忘 原来是王冠人 您身上的伤不碍事吧 又是怎么惹上这些凶徒的 一点小伤而已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本官先前奉命出城办事 在回城时 抄近路经过这片树林 碰巧听到那些人低声谈论 潜入开封城伺机而动云云 忍不住想靠近听清楚些 就不慎给他们发现了 这批撩人十分厉害 我单枪匹马必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幸好有你们搭救 我才能逃过一切 原来如此 此地离开封城还有树林 只怕前面还有埋伏 正巧 我们也要前往开封城去 若王冠人您不嫌弃 就与我们同行如何 这可真是求之不得 王某就先谢过几位了 王官人不许客气 咱们这就走吧 承蒙几位一路相伴 咱们平安抵达开封城了 在树林中所听闻之事 十分紧要 我需得马上回去 向上禀报 之后 再择日好好回报 各位的救命之恩 还请包涵 王官人尽忠职守之心 真是令在下佩服 途中相助之事 不足挂齿 您不用在意 多谢沈少侠 王某供职于皇城司 将来若有事需要帮忙 就到皇城司找查举王定便是 那么我失陪了 王官人请慢走 这里就是大宋的首都 小妹马上就露出一副 乡下人进城的样子 好在何大哥应该对这里很熟 之后 咱们就靠他带路便是 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重回旧地 说不定 已经改变了不少 希望高将军的府邸 依然还在原处 小前辈 您怎么了 踏进这城门口开始 就觉得哪里偷着古怪 妾也有类似感觉 不 或许正如你说的 是老福多心了 好魔眼使者 最后也怕了 东南方某处 ok 东南方 东南方 好收到 那就以前 我记得是 王多啦 最后一站 魔墙的真舞者 美好的时刻 终于来临了 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诅咒的力量正在做困兽之道 若你成功再次打打我 就能彻底解中魔眼的诅咒 若你失败了 先行的一切努力 就会前功尽其 佩服你的勇气 也很荣幸能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 可不论最后结果如何 我都会接受我的宿命 最后 我不要留心这魔墙 不留纳克真正的力量 这原来 难以驾驭的猛兽 在巴鲁鹅的驱使下 会变得更狂暴 产生魔眼施者 与他手中的魔墙 讲一切话想句点 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哦他很强哦 那就当主神来决定最后的结局吧 哦 哦 这音乐好弱哦 哦 他等级跟我们差不多哦 哦 真的是蛮痛的哦 先揍他 先这样奔列去吧 哇 哎好弓滑去怎么有粉红色的 怎么会改的 哎呦哎呦 我腰匙哇 丢人哦 这个支线的boss 比主线的boss还要强多了 哇哇哇 我觉得主角要死了 啊 还用不到谁就挂了 哎呦啦 我当这个天降奔列了 这种话有比较多一点点 然后 森罗百换 boss真的没有放到 主角身上 有比较帅一点 一点 还生闪 谢谢 哎可以好像可以 印象中是可以的 哎等一下 我的庄布我等一下啊 我记得我有一个 ok ok 放个暗器好了 吃吃看很久没有放暗器了 不是 我跟我没放过暗器 我听说暗器很强 听说暗器很强 348 好弱哦 这样 这个有强到哦 真的是蛮强的 伸滴弱 有什么 披甲服 我 我 马屁了吗 哎他马屁了 哼 瞧我的 在那裡拿個一次 唉 弱天 還蠻好重的 我一直很好奇我那個封出他怎麼解除啊 我用什麼道具解除他 不能製造 好煩喔 一直補血 神器連戰 森羅百換 可以嗎? 停了 沒有錢 啊終於結束了 不痛苦長久的漂泊 說可以就是告一段落 感謝你幫助我戰勝了魔眼的詛咒 血神把弱再也不能折磨我的靈魂 讓我成獲治療 魔槍的征服者 我即將使得魔眼的詛咒煙消雲散 而你已經證明能炫服布劉納克 你魔槍就交給你吧 很遺憾 無法將他帶回遙遠的故鄉 愛玲之島 但相信你會妥善保管他 不讓他再次落入黑暗之手 那麼用別了 非凡的勇士啊 讓我再次感謝你的解救之恩 願勇氣與聖地如同慘難的陽光 永遠與你同在 看來終於結束了 這件事件吃地不好的才識 沒想到花了許多力氣 最後還揪下這米魔槍 要我負責保管 不過等到他從詛咒中解脫 也算已經好事一裝 聖大哥 我們可是幫何大叔用這筆 閃亮的魔槍 他揮悟起來一定威風又神氣 不過希望上面不會再有詛咒 要是他變得和一國武士一樣 那可就口痛了 雅密呼吸多履 這筆一國的魔槍 或許本性威魔難尋 不過上面的邪氣已經盡速消失 何官人應該可以放心運死 至於他有何神 有何神意之處 咱們回去後再慢慢琢磨吧 男姐姐說的是 我們這就要回去吧 啊 拿到布魯納克了 這名詞好老口 看起來也是 算是最強的嗎 應該也不是吧 有看起來蠻強的啊 比龍王級強啊 比剛才那個 尾頭領送給我們的還要強 好會降低迴避率跟格擋率 哦 攻擊力強就好了 帥 這首門的無名小豬竟然如此推脫無理 進群店乾隆位主 雙腹是何嘗試對你說話 其關心重大 乃是來自鄉陽府的軍機藥物 馬上給我送去高將軍 要是因為你延誤了軍情 一些就為你失望 你 你是父子會是大了 請你讓小的有理不住 小的 這就是把戲送進去 還請到人稍後 高將軍此刻在後院休息 他請幾位到那裡相見 不過咱們走後面過去 比較方便 你誰小的爛 好 帶路吧 果然這個時候就要嗆出名號 幾位 身懷藥物 遠道而來 高某有失願贏 還請包涵 晚輩申子君 拜見高將軍 申少侠不許客氣 殊之 這些年你都到哪兒去了 老夫可是想你的緊啊 屬下拜見將軍 他應該不是高老帳吧 他應該不是高老帳吧 屬直 你還提這些成年往事 老夫早就不計較了 多謝將軍 座下如此安排 屬下感激不盡 老夫真是糊塗了 這些不足為外人到的舊事 咱們一起喝酒的時候 再慢慢聊 可不能耽誤了辦正事的時候 沈少侠 老夫就先說明 這回請你們來此幫忙的緣有吧 晚輩與蕭英交手過幾次 對她略有所知 她的心思神秘難測 似乎有種 未知的力量在引導她 老夫由於身份引人注目 不方便經常在外面行走 老夫由於身份引人注目 消息大多來自於 開封府裡平時受老夫照顧的幾個官吏 原來如此 開封府的判官梁述 晚輩記下了 不知不知 沈少侠不須客討 以後的事就全靠你們了 東都城開封城的存續 就看我們是否阻止遼人的陰謀 老夫雖然已經年邁 卻也不會允許他們 為所欲為 兩蘇 所以講難聽一點 他就叫我去逛街就對了 你還要去逛街嗎 劉甫 你別無理取鬧 本官已經去沈家查過 你說的那個婢女翠香 幾天前出門後 就沒有回到過沈宅 本府無憑無據 這案子實在辦不下去 你還是放棄吧 判官大人 開封府辦案嚴正清明 向來為百姓信賴 然而你一舉無憑無據 就認定這案子辦不下去 這我可不服 就算你們畏懼沈家的權勢 難道翠香的命就不是命嗎 劉甫 既然你也知道沈家權大勢大 開封府手上沒有證據 又怎能讓沈家應允我等入宅搜索 你如此無理取鬧 恕本官幫不了你 殘案就此結 判官大人 請你等等 這位小哥 在下申子郡 剛剛耳聞了你們的對話 若小哥能見告此中詳情 或許 在下能助以避之力 多謝申少侠 我叫劉甫 在鐵蟹樓酒店當小二 承蒙您願意幫這個忙 劉甫感激不見 若您方便的話 可能先隨我到碧店喝杯水酒 再聽我細數其中緣由 既然小哥如此提議 就聽你的安排吧 好的 申少侠請隨我來 這 我和翠翔從小就玩在一起 一直情同兄妹 記得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是半個月前的事了 那次見面之後 翠翔一連十多天沒來找我 我覺得奇怪 到他家裡打聽 之後不管我怎麼追問 沈家的人都一概推出不知 聽劉小哥這麼說來 翠翔口中那些奇裝異服的客人 說不定就是 消音一行人 記得沈仲 是在二十年前 在開封城以經商法基 如果是蕭姑娘他們 那此事 的確可能與他們有關 公子悟惱 沈家多年來 作為京城的權貴豪門 私底下的秘密必定不少 聽燕姑娘這麼一提 我倒是想起了一個人 是啊 那位王官人說過 有事可以去找他幫忙 楊美宇何大哥提醒的事 咱們這就去皇城寺一趟 多謝深少俠和幾位朋友 麻煩你們了 是嗎 那是 第二天 太陽 不知道 這就這一刀 就是 那是 这不是沈少侠吗 怎么你也到凯丰城来了 我可不像公叔兄那么懂酒 来此 是因为想请教一件事情 这当然没问题 你想问什么 就尽管说吧 听说公叔兄 受开放城首付沈家所托 在宅子底下安装机关 这机关有何用途 不知公叔兄 能否透露一二 你的消息还真灵通啊 太好了 那就麻烦公叔兄说明了 沈家说要准备一条 用来讨命的密道 竟有此事 沈少侠的想法和俺一模一样 公叔兄 我们再寻找一个 在沈家帮佣的姑娘 她已经失踪十多日了 让俺想想啊 机关完成是快一个月前的事 那姑娘是在那之后才失踪 时间上来说 倒是搭得起来 正是 不知公叔兄 能否帮我们这个忙 该说是俺早有预感嘛 当初就觉得 日后可能会用的 所以俺在安装机关时 留了一手 那就太好了 救人事不宜迟 这就请公叔兄带路 公叔兄 真厉害 能在这种地方安置如此精巧的机关 沈家出的价钱着实不低 所以俺也尽力一展所长 多谢公叔兄帮忙 之后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沈少侠提醒的是 虽然俺不怕沈家敢怎样 就算他们找上门来 俺也给他们来个死不认账便是 你怎么躺进来啊 看我怎么打开那个机关啊 小恩迪笑的辽国人众 那沈家活着跟他们有够钱 所以像姑娘是说也失重 多半以辽国人众偷不了关系 看来还活着哦 沈大哥 听这些敌人刚才之言 翠香姑娘似乎还活着 如果我们动作快点 应该来得及救她出来 事不宜迟 我们赶快继续往前进吧 几位请留步 你们看来似乎不是 感谢上天垂帘 小女子就是翠香 是的 在我最后一次去见过刘大哥之后 老爷派我去伺候那些辽国来的客人 他们起初还挺安分 后来其中一个脸上刺青的彪形大汉 竟然企图非礼我 我拼死抵抗 虽然没被他得逞 却也被他殴打成绳 老爷知道此事后 担心我会心怀不满 将辽人的事说出去 于是将我关进这里 以防消息走喽 也不知道过了几天了 哼 又是旁偿那个色欲熏心的畜生 老子还以为是哪个婆妇在地窖里大声嚷嚷 没想到又是你这毛都没长气的臭婆娘 再说老子的不是 黄超 你做了多端 前日 你为我们手下不留情 毕竟他们是不需要吃饭的 很强吗 别人知道 别人知道 是 我 请 他 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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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簡單多了 你看 主線的Boss都比那個…魔眼石的路多了 哇 那一招蠻痛的 他蠻胖光的喔 那一招蠻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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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弄起來呢 那一招蠻痛的 那一招蠻痛的 就像在那裡 那一招蠻痛的 那一招蠻痛的 媽媽血還是蠻多的啊 1500 1600 這樣恐怖大華就變那麼強 森羅百壞 才不會輸給你們 龐昌 這下你可服氣了嗎 臭小子 沒想到你們在這段日子裡長金不少 是我龐昌太小看你們了 夠了龐昌 明明是你自己沒用打輸別人 還要扯傷我和屋主大人 別在那裡丟人現眼了 龐昌 我說過我們有任在身 凡事須得謹慎 為得我之命 不得擅自與別人動手 更不可隨便浪費實力 你是存心是我的命令 於無物嗎 屋主大人 他們都已經找到這裡來了 難道你要老子夹著屁股 逃上去找你們求救嗎 龐昌 你敢這樣對我說話 屬下知罪 還請 還請屋主大人開恩 你知罪就好 多謝蕭姑娘的好意 不過恕我不能從命 既然如此 咱們就走著瞧吧 公子 竟感覺蕭姑娘的眼神 似乎有些不對 那是為某種邪念所設的眼神 老夫以前見過 小前輩說得是 沈兄弟 敵方既已退走 咱們就不用在此地多留 多謝何大哥提醒 咱們這就走吧 施少俠 多謝你們將翠香救回來 此恩我莫尺難忘 今後 只要有什麼我能幫得上忙的 就請儘管吩咐 就算是火裡來水裡去 我留福也不會眨一下眼睛 劉小哥不用客氣 我們和沈大哥一向樂於助人 這回能平安救回翠香姑娘 我們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對了 關大夫怎麼說 翠香姑娘她沒事吧 關大夫說 翠香身上只受到一點皮肉傷 並無大礙 加上監禁多日 受到一些驚嚇 只要休養個幾天就沒事了 我也找過翠香爹娘 以及魯掌櫃談了以後的事 在鬧出這些事情之後 沈家自然是不能再呆了 幸好魯掌櫃為人豪爽 答應讓翠香留在這裡的廚房裡幫忙 只要以後沈家不來找麻煩 這件事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劉兄不用擔心 今天我們在那地窗裡發現了一個秘密 足以讓沈家投鼠忌氣 不敢輕舉妄動 不過為了謹慎起見 我們還是得儘快回報此事 得先走一步了 那我就不耽擱聖公子了 若各位將來有閒暇 還請常來鐵線樓酒店坐坐 吃喝的事就包在我身上 一定一定 我們會期待翠香姑娘的手藝的 叫做宵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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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小女的闺名叫做西悦 她自小身体就不好 特别是受不得外面的日晒风尘 所以平常几乎都关在房里 文大人 令爱神秘失踪 看来并不寻常 您身居朝中要职 难道没有 自然是有 然而开封府至今没有查出任何头绪 开封府行事一项大公务司 严正清明 即使与文大人有过节 也不会视这种重大案子于无误 我们正巧与开封府中的一名判官熟实 就由我们去向他询问调查进展 或许能帮上些什么 慎少侠这提议可是求之不得 这件事就拜托你们了 这就交给我们吧 请文大人放心等候好消息 听到失踪的是位官家千金小姐 沈大哥的眼睛马上就亮了起来 那是姚妹你多心了 知相我们不也救过翠香姑娘吗 姚妹 公子这番说法不无道理 许多看似不相干的事 却往往是缓缓相扣 大家说得是 那都是我错怪圣大哥了 咱们这就去开封府一趟吧 沈少侠 许久不见 这阵子在开封城里可有什么收获 托梁大人的福 我们的确查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多谢沈少侠的好意 不过文大人可真的是误会了 如此扑朔迷离的失踪奇案 的确是难以下手 这一个月的调查毫无结果 自是很难对文大人交代 梁大人 看来您似乎颇为关切这些失踪案件 小女子想顺便请教几件事 姑娘心思敏锐 这两件事的确都是疑点所在 据我所知 当初太祖先帝 定督开封时曾大兴土木 遍布城下的排水沟渠 就是当时建造的 正是 这沟渠近年来 已成为城内亡命匪徒的藏身处 甚至还有了无忧洞之场 听来这些失踪案件 肯定与无忧洞有关 若要查明真相 就非得进去那里 当个究竟不可 很遗憾 我们开封府与黄昌寺向来不睦 梁某与此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助深少侠你们 一切顺利了 好 好 谢谢大家 这不是深少侠吗 公叔兄 真没想到你会来大象国寺 真少侠说笑了 正是 是卢掌柜转告我们 你来了这里 那还用说 俺在这里也躲得够久了 有事肯亡可是求之不得 那就劳烦你带路了 听过你刚才的说明 俺大致明白事情的始末了 原来如此 那么这件事就有劳公叔兄了 小事一撞 这件差事就敲给俺吧 神大哥 我赞成公叔兄这个提议 小妹一向爱玩 看来肯定是憋了很久了 神兄弟 我想趁这机会 独自去找昔日的熟人叙旧 偶尔换个气氛 轻松自在的 四处走走也不错 这里地气混杂 令人头晕气质 昏昏欲睡 老夫正可趁此机会 密一处清静之所 好好恢复一下精神 公子 既然何官人 姚妹和小前辈 都想各自行动 咱们就先如此吧 公叔兄 我们刚刚谈好 先各自去办自己的事 之后相约在铁蟹楼酒店碰面 不知你觉得如何 没问题 那里俺就算闭着眼睛 也能走到 再方便不过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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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